2021年的5月10日,马云现身于杭州阿里总部,从照片可见身形销售了许多。 其实,马云在2020年外滩金融峰会后,一直显有露面,因为某种程度上,他的一番话引起了很大震动。 彼时,马云当着一众高官金融界大佬的面,站在中小微企业的立场,公开炮轰国内的金融体系。 直斥中国金融没有系统尽风险,因为没有系统,今天的银行延续的还是当铺私下,抵押和担保就是当铺,言辞不可谓不犀利。 而从监管层下发的有关文件,官员公开发表的系列文章,到蚂蚁停止IPO,再到阿里被罚182亿,无不让人想起那个曾经热衷于演讲的马云。 最近,网上流传的一张图片显示,有工作人员,疑似使用烧焊工具,抹去了,镌刻在巨石上的湖畔大学。 有知情人士透露,校方已经暂停,原定3月底开始的一年级课程,目前尚不清楚,新生入学报名何时进行。 但未现有学生开设的课程,照常进行,学校也不会永久关闭。 这个湖畔大学,就是由马云与柳传志、冯伦、郭广昌、史玉柱等,9名企业家和学者,共同发起并组建的。 2015年3月27日,湖畔大学第一届开学典礼召开,马云出任校长、曾鸣教授,出任湖畔教育长。 取名湖畔,寓意创业精神。 湖畔大学,虽名为大学,实际上,和传统概念里的大学不一样。 因为它不是国家所承认的大学,也不在教育部几千所高校的名录内。 湖畔大学,成立至今,尽管只有短短五年,但一直被寄予厚望。 校长马云,曾在某一年的,面试现场表示,今天所有进入湖畔大学的学员,都是这所学校的建设者。 湖畔希望花十年时间,为中国下一代企业家,打造一所,哈佛耶鲁级别的商学院。 哈佛耶鲁级别,这样的豪言壮志,湖畔大学,能做得到吗? 不过,如果单从录取率来说,它还确实做到了。 五周年校庆当天,湖畔大学对外公布了,学员和学员企业的相关数据。 数据显示,五年来共有,11788名学生报名。 但到目前为止,湖畔大学只录取了255位学员,录取率只有2.16%。 这一数字,比哈佛大学的录取率还低。 2020年,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为4.92%。 录取率比世界名校还低,源于湖畔大学极高的报名门槛。 若想成为湖畔大学的一员,必须满足五个基础条件。 什么条件呢? 首先,创业三年以上,企业年度营收超过3000万人民币,纳税三年以上,公司规模超过30人。 而且还得有三位推荐人。 光前面四项要求,已经能刷掉很大一部分人了,外加最后一项,那就更是难上加难。 据了解,三位推荐人中,至少要有一位是湖畔大学的指定推荐人。 此人可以是湖畔大学的校董,可以是保健人,还可以是历届学员。 学员中,既有像汪小飞这样的富二代,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后起之秀。 书里湖畔大学公布的数据,可以发现,在第二届39位学员中,有8家上市公司,12家年营收5亿以上的企业。 第四届学员平均创业年限达到了8年,他们所在的企业年平均纳税额达1.97亿元,每年平均要为1615人缴纳社保。 第六届学员的平均年龄为38.8岁,他们平均创业两次,平均创业年限长达10年。 企业年平均纳税额达到了1.2亿元。 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公开课上,谈到创立湖畔大学的初衷,为市场立新,为商人立命,为改革开放即新学,为新经济开新篇。 湖畔大学的赤字力量,主要也是来源于商界成功人士。 譬如马云自己,柳传志,史玉柱等,有人曾这样评价湖畔大学,我们可以理解为,他就是一所民营的商学院。 他的办学目的,就是以老代新,让成功的商界前辈,传授自己成功的经验,给后生晚辈,让他们少走弯路,开拓事业。 不过在前几年,国内有一股风向,把矛头,直指民营企业家。 彼时,有言论把湖畔大学和北宋年间的东陵书院,联系在了一起。 湖畔大学,也被比作东陵党的集结之地。 东陵书院创建于,北宋郑和元年,位于如今的,江苏无锡市。 是当时北宋理学家陈昊,成一嫡传高地,知名学者杨石,长期讲学的地方。 明朝万历32年,也就是公元1604年,由东陵学者顾献成等人,重新修复,并在此聚众讲学。 他们倡导,读书,讲学,爱国的精神,引起全国学者,普遍响应,一时声名大助。 而正是这个标榜,读书,讲学,爱国的东陵书院,在组织讲学的基础上,发展成为了东陵党。 而东陵党,显著的特征就是,以讲学的名义,聚集势力。 最后这个学院,不仅在朝廷里,有大批的东陵党高官,还在江南地主,商人阶层,有广泛的支持。 最后形成了一股,官商河流的势力。 他们在言论上,以清流自居,掌握了话语权。 在政治执行层面上,有官僚系统的支撑。 在基层有经济领域,商人地主的支持。 其实自明朝中后七起,随着社会风气的自由开放,政坛拉帮结派,并不罕见。 但东陵党,却是其中一个别样的另类。 首先他们起家时,并没有强大的政治权力支撑。 他们的壮大,完全凭借民间的力量。 其次,比起其他诸类政治团体,明确的争权诉求。 东陵党从起家时,就竖起了极高的格调。 把匡扶天下,作为嘹亮的口号。 由于万力统治后期,宦官善权,政治日益腐化,社会矛盾加深。 以及宦官,对新兴的资产阶级,道行逆施性质的恒征暴敛,所引发的社会矛盾,不断加深。 如苏州的制造故宫,打死矿间等事件。 针对这一现象,东陵党人提出,反对矿间税史掠夺,减轻赴税搖异负担,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。 同时主张开放沿路,实行改良等真编实证的意见,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。 但同时也遭到了各派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。 对于宦官专权和后宫的干政,东陵党人始终都加以反对,哪怕是消职为官,逮捕问罪,也坚持立场。 东陵党人的政治主张是,削减黄权,反对宦官干政,废除工伤税。 这些政策主张在当时来说,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,有着一定的意义。 因为万历潮具备实行的两大前提条件,社会安定,具有良好的周边环境。 而到天启崇祯两朝时,外患已经成为危害国家安定的主要矛盾。 此时的大明王朝正处于国运的下行期。 土地兼并严重,社会财富分配不均,种种的矛盾威胁,已经升到大明王朝的统治安全层面。 而外患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全。 此时期,东陵党的政策不再适合当时的大明国情,因为外患已经成为大明王朝最优先解决的矛盾。 而此时的东陵党人却依然大搞党争,维护自己的利益,以至于影响了国家的战局。 党同伐异,确实是从古至今的通病。 东陵党人虽然被一些人称为明帝国的独留,卖国的标杆。 不过,大多数东陵党人在清军入关战争中却表现坚决。 虽然有钱千亿投降的先例,但大多数东陵将这世人抵抗相当坚决。 例如孙成宗、卢相生、石科法等都有很深的东陵背景。 相比之下,北方各省基本是望风投降满清。 所以,这个社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群体。 其既不是没有私心,也不是亡国祸首,更不是什么卖国标杆。 论卖国,明末大批正规将领和农民军将领,倒戈大清,砍杀国人的例子太多。 但这种事实,基本被选择性忽略了。 其实,真正支持明朝亡国的,是逼迫红城仇孙传廷浪战送死的重真。 更是占据了国家大半资源的宗室群体。 有些人抨击东陵党,并不是因为东陵党有多么糟糕, 而是东陵党人代表了一个利益群体,即富裕的有产阶层。 抨击东陵,其目标是影射今天资产阶层的卑劣。 这种看法,虽然可以发泄对富人的愤怒,但对国家威王之道,毫无意义。 毫无疑问,湖畔大学的精英们,都是掌握着巨大社会财富,和社会权力资源的能人。 这些人背后,更有着复杂的利益权力交织。 如果说以前的资本巨头,还是以各自利益为战的话, 湖畔大学的产生,则标志着一个敏感的政治信号。 资本巨头们,有着河流的趋势。 但是,这是他们,对中国,正在发生变局的新应对。 也是这些,精英前台人物,不甘于被操控,要想独立自主,而建立的新组织。 而不管这个组织的最终目标,是什么, 其中的风险,早已引起执政者的警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